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是Joyce Mann 让哲学进入经营建立企业成功基因 今天我们继续来谈矜持哲学第22条贯彻完美主义 我们做每一件事情 甚至经营或是一个服务 你做了99% 但是你没有做到另外的1% 事实上它有可能好 但是它不是最好 甚至它不是所谓的完美 但是培养这样的态度跟理念 其实在一家企业里面是非常重要 金池他们的经营的理念 其实其中有一项其实就是完美 因为金池在一开始的时候 一个新创企业它有什么 它就只有努力 我记得老先生也一直在讲 就是说 当这个61年前 他刚开始创立金池的时候 都是去挑人家不想做 或者说做不到 或者说是不愿意做的 很低的我做 至少我可以维持我的企业 再来一个就是 非常所谓的低阶的 我为什么不能把它做到 再好一点 而可以打败这些生产 同样这种低阶产品的 这些竞争对手 那在这过程当中 这个很普通的一个产品 你要怎么样 可以让这个品质上面 还要做得更好 甚至刚刚前面讲的 百分之百 你做到百分之百了 原本大家认知了百分之百 你要做超越 可能要做到百分之百一 甚至百一十一 这个我想 在这个标准上面 你就是完美 你就会被这买单 所以金池61年来 他在所谓的很多的产业 他都已经是建立的 不可超越的这种鸿沟 所以我们在经营企业的时候 必须要以完美 来成为我们每一个企业 对于产品也好 对于服务也好 的所谓的方向 我常常在讲 也许这个世上 没有所谓的完美 但是我们始终走在 往完美的这个路径方向前进 老板要玩起袖子来去做 因为完美不是说出来 是做出来 而且必须要所有的员工 都有这样的共同的理念 而且要把它变成什么 习惯 而这个习惯要变成什么 潜意识 今天我们谈的贯彻完美主义 最重要就是必须要内化 让消费者透过产品 透过你的服务 感受到你这家企业 其实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企业 这样子才是真正的贯彻 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 我是Joyce Man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错 我们下回继续聊哲学吧 web tv OK